早晨,今天是12月21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红矮资本投资总监李泽铭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Allen,今早大市有什么置疑? 早晨,Wendy 今早大市,如果讲港股就应该没什么焦点 但是美股昨晚急跌,我想港股应该相对地会有少少反应 今天剩下的交易日不是那么多 但是港股也悶了这么久,大家都不争了这几天 所以等明年回来的时候,对港股来说 可能才会有稍微明显的方向 稍后就听你详细讲怎样对港股下季度的预示 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有问题的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面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的,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先升后跌 道指和纳指结束过去9个交易日的上升 美国消费者信心强劲 道指和纳指组断向上 再创出历史新高 临近美市纳获利盆涌现 道指由升转跌,跌近500点 连同标指和纳指都已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道指收市跌了475点 收报37,082点 跌1.2% 纳指再跌穿万5点,跌225点 收报14,777点 跌幅1.5% 标指跌70点 收报4,698点 跌幅1.5%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跌3% 欧洲股市方面是各别发展的 英国最新的通胀数据 细卦市场预期 债息向下 富士指数升1% 德国和法国股市要向下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普遍做好 Google组段升3% 创出52周新高 美股市升幅收窄 收市升1.2% Meta先升后回收市跌0.3% Tesla要跌近4% 另外联邦快递Fedex 前景展望差卦市场预期 股价急跌1.2% NVIDIA连续第二日向下 股价再跌3% 二与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普遍向下 阿里港股做好ADR有回套 比本港上日收市低1% 腾讯比本港低2% 美团港股轻微反弹不足1% ADR要跌4% 比本港收市低3% 汇控比本港收市低 折合61.04 另外建行友邦和港交所 比本港收市低超过2% 电动车ADR有回套 未来急跌1成 ADR比本港收市低9% 折合61.84 小鹏和理想比本港收市低3-4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疫情平均指数组断 跟随美股向下 跌超过400点 跌幅1.4% 去到33199点的水平 首义终合指数跌7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也要跌 跌27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升27点 新加坡交易的降股黑期 现在最新都是跟着美股外围跌 最新跌200多点 恒指达16,400点左右的水平 现在看黑期的情况 跌穿10天线 稍后对原本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先和Alan谈谈外围示范 道指上日结束了九年升 早段都是向上的 近美市的一个半钟 突然急跌500点 收市三大指数跌幅超过1% 纳指一度重上晚五点后 昨天又跌穿 市场观望着今晚公布的 PCE和核心PCE数据 预期按年升幅 亦比上一次数值有所回落 另外 联储局线人 Nick Timmeras 说到 主席鲁威尔早前突然放假 明确提出局方已经开始讨论减息 但几个地区联储银行的总裁 都向市场传递一个鹰派的论调 联储局的真实态度 其实Nick就说到 觉得很曖昧不明 市场现在仍是一头雾水 美股前九天都好像在开派对 连续五天创了历史新高 现在高伟茴套 你觉得是否一个买入时机 还是应该到年底前观望着 我想就算是买入时机 其实都是一个很短线的操作 因为年底前 美股应该继续做好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因为的确是升了一年 所以对于很多基金机构来说 未必会在尼美的时候 其实放弃了这个升幅 还有港股虽然大家对 Windows Dressing的期待不是那么高 但美股那边其实期待仍然也存在 所以年底前 我又见不到美股会有一个很大的调整风险 当然你说炒一个短线来说 其实美股例如Dao中心 其实再试试顶位的机会 是仍然大 可能幅度未必那么多 现在已经37,000多 其实距离大家目标40,000点 都是一步之遥的 我想就年底前 有机会试试试试 看看有没有机会冲击38,000 这个位置 幅度不是那么大 我想对于美股来说 其实现在大家的期望 都已经是真的放在明年了 明年的主题可能和今年是有少少不同 因为今年就很明确了 就是炒AI这个主题 AI主题炒到年底这个位置 大部分相关的 其实是估计估值 都已经是去到天价 明年再回来的时候 我想开局就未必是继续这个主题 可能看看有没有新的主题 那减息应该是其中一个主题 减息有些什么是真的明确受惠的 似乎就对于美股那边的Uplay 即是一些公用股、首席股、电信 这类的话 可能会在头一阵的时候 大家 在这一刻大家开始 多人说的热度稍微大一点 另一方面就看看元宇宙有没有机会回归 因为其实明年年初的时候 Apple的Vision Pro就出了 因为现在元宇宙最大的问题 就是硬件的方面 其实未能够配合 如果Apple的Vision Pro 真的有机会带动整个硬件的一个更新 硬件有基础设施的话 其实你才有机会发展一个元宇宙的社区 元宇宙的游戏 或者其他Application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明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会有这方面的部署 所以短线 可能在年底之前 稍微調高一点 其实也是3%左右的一个变动 是 好啊 元宇宙其实真的很久没有听过 你突然说回 又值得留意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Vision Pro 也值得期待的 比如说其实看回 真是说最想发展的原因就是Metta 其实近日股价也很强势 你觉得这个升势能不能够保持住呢? 我想在尼尾的时候 可能 Metta相对于M7来说 它升幅今年来说 其实是比较少的 相对于其他那几只升到爆厂来计算的话 可能在尼尾大家会有一点追回落后 至于Metta的升势在明年有没有机会持续呢? 真是看这个元宇宙主题 有没有机会持续下去 虽然你说最着意发展元宇宙可能是Metta 但是Metta你看到它去年的时候 其实是威威威威威威 同时聘请了很多人 但是到今年其实第二季度 基本上它聘请回来发展元宇宙 那些人基本上都解离了 是 看看它明年是否真的会重新部署回这些方面 因为对于这些美国的方向技术来说 它本身的转身其实也很快 就是它忽然间觉得整个元宇宙有得做 可能它忽然间聘请了几万人回来 但是又发觉好像各方面又没跟到 所以就炒了你这批人 它再聘请回其实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这个我相信就值得关注 但是现在这个 就是始终元宇宙之前炒过也炒到兴奋合 那中间今年因为大家去了炒AI 元宇宙发展没有太大的进展 所以大家也冷却了 那明年是否会重新再炒起呢 市场其实需要更加多一点的讯息 或者多一点的证据才可以做到 那第一个证据就是看明年Apple的Viturum Pro 卖成是怎样 是的 如果它开始就已经真的大卖的 那你会看到尤其是你在街上 也有人带着这么大的东西在街上走的话 那可能也是一个圈子来的 是的 但是这个证据还未出现之前的时候 那我们有所保留 但是你说年尾之前 其实找回哪一只美股又够大一只 又够Term 又可以追一追落后的 那MECA可能是一个首船来的 是的 那也要观察着 那这个元宇宙是否能够持续再炒起呢 那就有待观察了 但是减息这个预期 可能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主题上 再找一个投资机会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让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连跌两天之后 昨天是有反弹的 成交继续低过1000亿 A股向下 上证重市上日下市2900点 创超过一年以来的最低 恒指昨天高开142点后 最多是升236点 迫近20天线 收市升幅收窄到108点 升幅0.7%左右 收报16613点 科指升0.5%收报3726点 国指升19点 收报5612点 大市全日成交900亿左右 大市向上 北水又转为沽货 淨流出金额达到110亿 沽出金额是五个月以来最多 以沽出ETF为主 一起看看淨流入方面 中海游持续有北水淨入 金额缩减到只有5000万 小米有1000万的北水淨流入 看看淨流出主要沽出ETF 应付有69亿5000万的北水淨流出 恒生国指ETF有14亿8千万 南方恒生ETF有10亿的北水淨流出 个股方面 美团和腾讯持续有北水淨出 分别金额有1亿7千万和6亿2千万 跟Alan King谈论大市的情况 上日反弹108点 一度上市20天线 大北水走资 还有是五个月以来最多 上证中指去到一年低位 上日外围下跌 黑期跌过200点 去到16400点的水平 再有机会失手10天线 港股其实还有五个交易的就收劳 未来你觉得是否会责幅上落 责幅上落 而且似乎在天坛位置 美股昨天在调整的时候 港股似乎跟着足 但美股升的时候 你也知道港股是没法跟着足 近期港股的走势 很明显受到A股影响比较大 港股就算日间高开也好 如果是A股潮走低的话 其实去到美股的时候 港股都会被拖累 拉回来 这个可能跟内地年底的流用性 比较紧张有点关系 你见到Shitbot 虽然内地央行 日盟银行 其实今年下半年 挺着意 又减息又降进 释放流动性 去市场 但似乎都比较难填补 市场流动性的缺失 我们看到Shitbot 其实从10月开始 已经逐步慢慢拉上去 三个月的Shitbot 由10月初的时候 可能大概是2.3 2.4 去到现在 其实已经上到2.6 这个位置 传统上对于内地年底 可能有很多资金需要回笼 然后央行在年底的时候 公开市场操作 又好像没有着意地 释放更多流动性出来 变成了在流动性紧绝的情况下 短期A股 都可能会有一个持有收压 之前穿了3.5点之外 之后 其实昨天就在2900点的位置 徘徊 剩下几个交易额 我觉得其实再进一步下破 风险仍然是大的 除了上证 其实也跌得挺全面的 无论是深圳或是创业板 都是一个很明显的跌幅 这个我想对于港股来说 短期是一个困扰 但是如果外围没有出太大意外的话 可能港股去到16000点附近的位置 有机会会有一个支持